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法部分 在这里我们从微观的语言环境当中 在例子当中感受一下 陈述式过去未完成式是如何使用的 在普语当中我们可以使用陈述式过去未完成式 委婉的表达愿望喜好偏爱意愿或者提出建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刚才看了对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去这个市中心见面 你们怎么认为呢 我想吃意大利菜 你看这些都是一个委婉的表达愿望 表达喜好偏爱提出意愿和建议 但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些句子 它可不可以用现在识 其实也可以用现在识 比如说 这里可以 pode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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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ela exposição do museo que tal 或者这里 pode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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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ontrar nos no centro da cidade o que are 也可以 对吧 这都是可以的 可以用成熟词现在式 但是用这个时态的时候 它语气更加委婉 更加的礼貌 也就是更客气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共加上人称代词 最后会进行一个缩合 其实是这个共是一个 前置词对吧 前置词 刚才我们说了 后边加上人称之后 这个人称是什么形式 中毒间接兵革 它是一个中毒间接兵革的形式 既然是中毒间接兵革 它其实就相当于 只有几个词有变化 U的时候它就是mean Do的时候就是d LL不会变好 Voset的时候是c 其他的人称也都没有变化 就相当于说这几个 它会产生粗合 Iu就变成了 Comigo Do的时候 Contigo Con ela Con ela没有变化 Voset就变成了 Consigo 那么你看 Nosh Voset也会有一个变化 一个是 Conosco 一个是Convosco 在巴西写 在巴西写的时候 少了一个N 所以如果它写成这个样子 你要知道这个词是什么 看一下 能缩合的有几个 一个我 你 你 You Do O C Nosh O Cish 会出现这个缩合 我们 在这里啊 就是顺道 集中的说一下这个 非中毒 间接病格 说一下非中毒 间接病格 我们来看一下 非中毒 间接病格啊 因为刚才我们 涉及到的 那个叫什么 非中毒 叫做中毒 间接病格 非中毒 间接病格 是干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前置词 这些表示对象的时候 表示作用对象 表示作用对象的时候 比如说 其实它就相当于 是 阿民 公民 公migo 其实都是这个 这个 的呢 就是 这些前置词 加上一个 D 这个呢 就是 这些前置词 加上 我说 这个呢 就是 这些前置词 加上 Nosh 这个就是 这些前置词 加上 这个就是 这些前置词 加上 Elish 它可以进行一个替换 它进行替换之后 放在什么位置 因为它叫 非中毒 间接病格 对吧 非中毒 既然是指 非中毒 那就应该放在 动词之后 然后 读的时候 不要中毒 比如说 你看 你看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 巴拉地 那么我进行 同样的这句话 巴拉地 我们刚说了 它相当于 就是 对吧 那么用非中毒 煎冰的时候 就 我 大 地 是不是这两句话 是意思上 是相等的 对 它意思上 是完全相等的 这是非中毒 间接病格的 一种用法 另外一种用法 就是用在 这个 缺位动词的 实际主语 另外一种用法 就是它会做 缺位动词的 实际主语 比如说 Abdese Abdese 叫想 对吧 那你看 我想 Abdese Beber Un Sumo Fresco 我想喝一个 果汁 你看 Abdese 我想 那这里就用 这个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例子 我们首先来看 Use Meu Zamigus Mandar Meu Maman Sagen Use Meu Zamigus Mandar Meu Maman Sagen 你看我们这里 有一些动词 先说一下 这个动词的问题 这里这个动词 叫做Mandar 对吧 Mandar 叫 Gi Fa Gi Fa 我们来看 还有同样的 Inviare 像刚才我们举例 说的Dar 这都是什么动词 Fazer 有的时候也是 这个典型呢 叫做接双宾语的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接双宾语的动词 我们以这个Dar为例 我们回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例子 Zar Un libro Zar un libro 然后Baraty 把这书给你 对吧 你想一下 我说 我要把这本书给你 那这个时候 谁来承受动作 谁是兵语 还有同学说了 这个书是兵语 那你是兵语吗 你想像我给你书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拿这个书啊 你会拿对吧 你会拿 你会去接这个书 是不是这时候 你也承受了动作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动词当中 发出了一个动作 它承受动作的课题 有两个 对吧 一个是人 一个是物 当然了 也可以有两个都是人啊 我可以把这个员工给你 是不是两个都是人 也有可能出现 但是这里边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Dar和Divalu之间 就是这个动词 和这个书之间 有没有前置词 没有的 对吧 但这个和这个人之间呢 和这个D之间 和你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前置词 Batter 这种动词 发出一个动作 但承受动作课题 有两个 叫做双兵动词 这两个兵语呢 一个叫直兵 一个叫尖兵 不带前置词的 那个叫直兵 带前置词的 那个叫尖兵 我们回来看下 刚才我写的这四个词 蛮大的 说把什么东西 发给谁 Inviar 把什么东西寄给谁 Dar 把什么东西给谁 Fazera 为谁做了什么东西 比如说 Fazera 你过程了 我们为你办了个聚会 对吧 看意思啊 不是全是这种情况 你要看意思 所以你看我们 刚才说的这句话 这是不是 我的朋友们 给我 发了一个信息 所以你看这里 也叫 是不是就是 Massagen 是不带前置词的 那一个 所以它就是 直截兵语吧 那另外一个 就是间接兵语 那这样的 双兵动词之后的 间接兵语 双兵动词之后的 间接兵语 都是可以用 非中毒间接兵语 去进行替换的 所以我们这里的 那你看这句话 也可以同样说成 五十秒三明星 Massagen 对不对 对不对 往下来看 我给他们发了邮件 我给他们发了邮件 那你看 咱们假设把这去掉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一句话 有两样的说法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下来 这是什么 刚才我们举例子 叫 这和上面这个情况 不一样了 对吧 这是另外一种动词了 这种动词 比如说 表示适合的时候 这都叫什么动词 缺位动词 这都叫缺位动词 使用缺位动词的时候 实际的主语 形式的主语 是这个 对吧 实际的主语呢 实际的主语 使用 非常多建议冰格 你看 你想 你想要点什么东西吗 我想要一个冰淇淋 然后我们来看 你看 这个词叫 问某人某事 你看这个某人 是不是又是 间接的 前面有前日词 所以它还是可以 换成这样子的 那同样的 要注意啊 因为它也叫做 冰格带词 对吧 带词的位置 要看前面这个 如果有一问词 要调到动词之前去啊 你刚才问我们什么 然后回答的时候 我问你们 今天晚上是否在家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这个词 也相当于是这个 其实和大人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提供就是可以啊 叫做一束花 我送给他一束花 然后 她非常高兴 非常喜欢 然后下来 Posso fazer una pregunta Señor Sousa Posso fazer una vergunda Señor Sousa 你看 我可以 提一个问题吗 Fazer una vergunda Fazer una vergunda a alguien 对吧 那你看 同样 a alguien 可以变成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就是 或者说咱们直接把它换成 其实就可以 变成 对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 就 Gonzalo没有参加那个聚会 因为没有人跟他讲 没有人跟他讲 这个负三 负三 其实有的时候表示 就是看不出来的主语 主语没有必要讲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形式 没有人跟他讲 跟他讲 他的宾语是谁啊 直宾是谁啊 是nada 代词吗 没东西吗 啊 啊 OK 啊 L 是不是可以换成 列 嗯 还是啊 因为有闹 有提前 啊 啊 就是 啊 是 对啊